所以我看到王后美委员提出的相关政策 对于照顾0到2岁的孩子 让爸爸妈妈们能够无后顾之忧的 不管在职场上 在孩子照顾上面 都能够给予最安心最安全的照顾 我想看到 其实卫福部有一个调查 其实一般的家庭 如果对于托育的支出 占家庭总所的10%的话 基本上是会愿意再生第二胎 我碰到很多朋友都告诉我 我说 你快点生一下 但是我跟我太太其实很忙 而且我们考量到现在很多 如果要送孩子到托育的话 需要很大的经济负担 所以我更想而知一般的小家庭 其实对他们来讲 也是沉重的一个经济负荷 所以惠美姐提出第一个 对于0到2岁 这个有一个 这个今天每个月3000块 第二个 建立一个友善的育儿环境 利用 再彰化 能够广布更多的公托 目前 我们线里面是 0到2岁是0的 所以这个部分 其实 惠美姐 她看到了整个未来的趋势 真正是逼到我们 将会 未来的发展 来用心打命 所以如果说 未来我们对于托育 能够有好的友善环境 就可以避免年轻人 外流的速度 也可以减缓 我们在地人口的老化 对整个县政府的治理上面 才能有更大的帮助 所以这是环环相扣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 在地给年轻的爸妈 好的这样子的育儿环境 让他们能够留在彰化 能够好好的发展 我想对未来 长远彰化的发展 是绝对有利 所以 一般对于育儿的支出 占家户所得 就会降到 百分之十到十一 也就可以让这些家庭 预计再生第二胎 也能解决少子化问题 因为现在 一般如果请保姆到家里 居家的托育 大概支出会占 家户所的高达百分之二十 如果送到私利的话 会达百分之十七 就让年轻爸妈 不敢再生孩子 所以 我之前 我在选区基层走的时候 有一次 我刚才有座阿嬷 她跟我说 委员啊 拜托 能不能够多建立 多设置公托 因为她带了一个四岁的小孙女 她就说 我孙女这一次 又没有抽到公共托婴 很可惜 所以后来她转过头 跟她的孙女讲说 妹妹 我们要在公园玩一年哦 听了我很心酸 但是这阿嬷 对着她孙女 勉强挤出笑容 因为她没办法 送孙女 她要自己来带 所以我想 王贵美委员提的 真的是为了脏话 解决少子女化 解决年轻人 外流的速度 加快 而且能够解决在地 人口老化的问题 所以今天特别来 帮她的育儿政策 来背书 我相信 我自己身为人父 而且在立法院 长期关注育儿政策 我认为 这样的育儿政策 绝对 会对于 增化未来的发展 是有帮助的 我们也希望 大家一起来支持 让惠美姐 能够当上我们县长 我真的感受到 女人当家 绝对让脏话 感觉不一样 大家说对不对 对 谢谢 谢谢大家 是务实的 做得到的 而且我们是逐步逐步的 建构一个好的 一个社会福利的体制 然后一起 我们让彰化 能够向上提升 把基层的问题 逐一逐一的解决 比如说 你要让我们产业升级 那势必要有 更多的年轻人回来 你育儿的东西 你没有去把它 让他安心 那怎么能够 留得住年轻人呢 那再来的话 我们也看到 老人化的问题 是越来越严重 那这个年轻人 要让他多生一点 那你没有把这个 基本的架构给架构好 我想老人化 没办法解决 我们的这个 人口外流的问题 也没办法解决 所以这个 从福底抽薪 就是从我们的 育儿的政策 我们开始来落实 这样